今日经济日报推介大家留意一只航运股 中远海控1919 选择原因是全球集装商供应链 供求关系紧张 运费维持在高位 上海出口集装商运费指数 继续创出新高 股份是看好中远海控 摩根士丹利认为集装商运费维持在高位的时间 或较市场预期更长 而即期运费表现稳固 以及随着合约进一步更新 也有利推动中远海控2022年的盈利增长 公司昨日收报16.08 升了超过6%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在15元附近买入 目标18元 失手14元就要减持